第一个的话,我们是所谓的用conif这个函数 那conif这个函数的话,我刚刚有提到 其他相关的还有像con,con,a,con,blank,con,if 甚至里面还有con,if,s 那con,if,s的话指的是,就是con,if,是一个条件的时候 criteria 一个的话 那如果你有一个以上的条件,那就是con,if,加,s 就是多个条件 那概念其实相似的,如果你有多个条件的话 那另外我刚刚有特别讲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说 当我查询的时候,这个range 假如说你是跨工作表 跨工作表去做资料的取得的话 那当然有一个我觉得比较不ok的地方就是说 它会让你的这一个范围的这个名称变得非常冗长 当然包含工作表名称,惊叹号,然后后面的范围 那当然这个很容易出错啦 所以我建议以后的话,尽量用定义名称的方来做 那定义名称的话记得,如果你要取得这个范围的话 记得是按下F3 它就会帮我把这个名称直接找到之后呢 然后对应到刚刚我们那个范围 那这个方法我觉得还蛮ok的 F3,它就跳出来了 那另外的话,假设你这个范围 如果定义错误的话 或者是说不确定这个范围是否正确 那你就可以到公式里面有个叫名称管理员 可以做什么呢? 这个范围看你要编辑它 这个范围其实可以重新定义 定义完打勾就可以了 或者是说你可以删除它 或者你可以直接从这边新增 这可以从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这个可能要慢慢习惯一下 因为这个是非常好用的 也有点像是把Excel 当成是有点像资料库的方式来应用 有点像关联式资料库 把某一个范围当成是一个资料表 把它关联过来 那这个方法的话,好处就是说 将来我只要配合F3 那我就可以取得这个名称了 其实这个部分是相当好用的 然后名称也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这个名称是我们自己定的 那也不会有一长串 另外的话配合VBA也非常的好用 因为以后VBA的话 就不用一长串的名称 那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 如果四黑名单里面有的话 那理论上会是一个以上 所以它也许等于1 也许是大于1 如果它是什么 如果是大于1的话 那当然 那它就是有可能是 这个黑名单里面的资料 那如果是0的话 大家意思都找不到 那我们刚刚就是把这个资料 如果找完之后 要把这个1的部分留下来 我刚刚有利用一个就是 所谓的那个资料里面的筛选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的1留下来 0的部分 其他的话当然呢 因为你会发现 因为我们找完的资料 它会是数字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是数字筛选 那其他当然 如果你假设还有别的条件 你可以在这边设大于 大于等于小于 小于等于戒于等等 或者是 其他的相关条件 也可以在做 其他 在我们今天这个比较单纯 就是 找到1的部分 4黑名单留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资料呢 帮我把它 怎么样 复制到 这个查询结果里面 OK 那复制方法 我刚刚讲过 就游标放A2 因为不要 假设你放在A1的话 那会把上面的 这个名称一起复制 所以我们放A2 然后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的话 那就向下选到底 那这个时候的话 只会选到有资料的 也就是这个地方 隐藏的那个部分 就不会被选到 那Ctrl C Ctrl V 就贴过来了 OK 那只是说 假设 你假设每天 都要做很多的 资料比对 其实 资料比对 在一般工作上 遇到的机会 其实相当的高 因为我怎么知道说 哪些资料里面 有没有我要找的资料 那以前的话 如果你用人工的方式来找 真的太浪费时间了 那如果你要做 大量的资料比对的话 那其实Conif 也不思维一个 很简便的一个方法 那只是说呢 你做完之后的话 假如说呢 你希望把它变成程式 那最后是 可以把它改成像这样 原来我那个三个按钮 把它改成两个按钮就好了 那实际上 如果要让它变自动化 前面有讲过 要不就是你用录制聚集 那录制聚集当然 不外乎 就是说 你把刚刚的动作录下来 变成一连串的程式 那你们可以在 云端白板上面可以看到 我这边其实在 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几页 第二页的地方 这边有程式嘛 这个的话呢 当然 因为我之前教的方式 是利用录制聚集 这个聚集录制的步骤 总共有七个 那它的步骤 其实基本上就是 我就把刚刚我们做的 这相关的动作 分别 因为将来按钮 会放在这里 所以呢 我们就从这边出发 然后呢 第一步的话 就是先点选这边 这个工作表 然后再点选这边 不过你点的时候 一定记得这个不能直接放这边 不然的话 它录制聚集的话 还录不到这个动作 那游标再放在B2储存格 然后再把公式输入上去 然后再快点两下 让它自动填满 然后再把游标放上面 做 什么 资料的筛选 然后呢 留下1的部分 然后再把游标放A2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Ctrl V 贴过去 那一连串的动作 其实因为 这个我是觉得 它一样可以把程式帮你产生 只是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最大缺点就是 程式太过冗长了 也就是说呢 虽然我们这个动作 假设我们这一段程式 因为我想自己再练习一下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稍微试一下 但缺点是什么呢 程式实在是太冗长了 当然如果说我今天 当然你这边把它做完之后 你让它run它 应该OK 没问题 只是说呢 如果我希望呢 这个地方呢 不要用录制聚齐的 而是说呢 我们透过自己来写VBA程式的话 那该怎么做 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那这个我先demo一下 如果用VBA写非常简单 刚刚做的动作 我先执行清除 清除非常简单 OK 然后呢 我们刚刚做的动作 不外乎就怎么样 这个是自己写的 把这边的资料到这边找 找完之后帮我call过来 OK 所以基本上我按一下这个按钮 它就跑了 OK 那一样呢 其实它就是在背后先查完 查完之后再去做筛选 筛选把资料帮我call过来 那你可以发现 这边的资料呢 它就会通通都带过来 清除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VBA程式呢 该如何撰写 那会不会很复杂呢 如果跟刚刚的录制聚集比起来的话 那会有哪些地方的差别 程式会不会更复杂 其实当然是不会的 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录制的 下面的话呢 是我们自己写的 其实自己写的 最重要就是一个回圈 加两行程式 其实呢 就等同于上面这些录制的结果 你说 当然结果会是一样的 不过我是比较推荐 以后如果你可以自己写的话 还是自己写 会比较能够客制化你自己想要的这个动作 至于要怎么写呢 接下来我们把它拆成 其实主要是三个动作 OK 那三个动作呢 其实从这个程式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是把那个公式 放在查询名单里面 让它被执行 也就是说 我第一个动作其实是做什么 把游标放在B2里面 我先把筛选取消 然后让它怎么样 让它向下全部填满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再针对这个范围做筛选 筛选完之后呢 要再把我们要的东西call过去 所以其实就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conif 第二步是筛选 第三步是复制 复制什么呢 复制1的部分把它复制过去 OK 那这三个步骤 基本上呢 就是透过刚刚看到的程式 就可以把它完成 至于怎么做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这个 这个程式 但是当然将来会是在查询结果里面被执行 我再弄一下 按一下 它就全部跑 然后把它筛选完之后 就call过来 那当然呢 跑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当然 因为查询名单里面总共有1000 1000个要查的 黑名单里面总共有2万多笔的资料 所以理论上 它做的比对次数 其实相当的多 那 那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 自己来动手写这个VBA程式 第一步的话 一样 我们就是 先切到开发人员 那跟前面讲的一样 第一步的话 我们先切到VBA程式 OK 那首先的话 这个当然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那我先把 这个把它恢复好了 如果重新 重新撰写这个程式的话 那该怎么做 这个先留下 首先的话 当然一样 如果你们 我先把移除 我们重新再来过 假设我把这个VBA程式 切过来之后的话 第一步一样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OK 那理论上写清除会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地方 再撰写一个清除 所以清除的话 当然一样 写一个sub 我前面讲过 就是你那个按钮名称 你就直接 就是在按钮名称前面加一个sub 控一格 然后清除 再Enter 那我接下来的话 希望把这边的资料清掉 理论上 一般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 把A栏选起来 按delete 那如果说我今天VBA 一样要写同样的动作的话 这个特别注意 是针对了这栏 栏里面的资料清除的话 特别注意 那你可能就要对应一个 就是 物件名 叫栏 栏的物件名称叫column column column 那刮胡之后的话 你要不就是给D级栏 你可以用数字 要不就是说呢 你可以用英文哪一栏 就是说呢 给它一个文字 那后面加上点什么 点清除里面内容的话 就是clear clear clear 然后后面记得哦 加一个content 加S contents OK 那我是建议啦 你打的时候全部都打小写 移开的话呢 如果首次会员大写 表示呢 你是没打错的 你会发现把它移开 OK 或者是哦 这个逻辑跟前面讲的 蛮类似 你可以等于什么 假设等于没有 这个应该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呢 这个跟之前讲的那个range 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我没试过啦 我不确定 你其实可以 待会可以跑跑看 看看这没OK 或者你可以点content 那当然如果你点clearcontent 不会出现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也主要是那个刮符 你其实如果没有那个刮符 你打一个cl 其实这边也会出现 如果你这个字记不起来的话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输入 那刮符记得要把它补上 针对A栏帮我清掉 OK 那第一步我们就清除了 你按下它 它就把这个范围的资料清空了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什么 再加一个 叫做sub OK 名称的话呢 我们 名称叫黑名单筛选VBA 假设啦 我跟上面的名称一样 Enter OK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呢 如果我要做刚刚那三个步骤的话 基本上 我只要把程式写在这个下方就完成了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 也许先把刚刚我讲的 这些相关的动作 也许先 先做到这里 那待会我们来看 如何撰写 我刚刚讲的三个步骤 把它分别写在下面 就完成了 那不然另外 如果假设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写 其实录制聚集也是个方式 只是说 我相对比较不推荐 因为将来慢慢的 当然录制聚集是个过渡的一种程式产生的方式 但是毕竟我们会发现 其实录下来的东西真的太琐碎了 而且喔 建议还是你录完之后还是要自己在家注解 请各位先试试看